阳光普照,天气凉爽 10月27号是郊游踏青的好日子 新生幼儿园全员的师生 到富岗地质公园远足 探游大自然 今天是我们新生幼儿园的 全员远足的日子跟举办这个活动 那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台东的好山好水 在我们的孩子的眼中 可能没有实际的每一个地方都有走过 所以我们安排了这样的一个 户外教学的远足活动 让孩子来体验大自然的 这一些很棒的风光 那自从五月份的疫情以来 有了大家共同的努力 配合政府的放逸中 其实慢慢的我们可以带着孩子 一起过程正常的生活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 老师们就很细心的去规划 我们规划了一些有关环境教育 那带孩子到富岗地质公园这边 一起来看看特别的石头 然后听听海浪的声音 然后看看不同的自然风光 那这个是我们在课程里面 老师他们希望孩子可以去体验一下台东环境 然后跟自己生活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希望透过带孩子出来踏查这样子的活动 让孩子对我们的生活周遭的 不管是人文环境 自然环境都可以有更深刻的体验 那今天也有看到我们很多的家长 就是很用心的请了假或是拍了休假 然后跟孩子一起陪伴他们一起来这边走一走看一看 我觉得这个抛砖引玉也让家长多了一个选择 可以在夏日的时光带孩子在这边一起来走走 陪伴孩子 那带孩子享受一下自然环境 给的一些大自然的温馨体验跟饗宴 除了欣赏不同类型的奇岩怪石 享受浇洋洗礼海风吹拂外 老师也带领幼童 眺望远方的绿岛 并且在活动当中融入环境教育的课程 我是那个大班猫咪班 吴嘉文的妈妈我叫詹雅文 然后我很开心今天可以陪那个小朋友来这个 小椰柳不刚地质公园 那我们今天学校也有特别请那个导览人员 然后跟我们说地址啊跟一些树啊 然后觉得还蛮特别的 然后很开心就是今天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出来游玩 小朋友他们都觉得很稀奇 然后很新鲜 然后觉得那个石头为什么会有青蛙的形状 为什么会有骆驼的形状 然后那个导览人员都讲得很详细 然后因为海岸的关系啊 然后那个河流的关系啊 然后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很特别 诶 让他仔细一点 等一下 哦 我要说 诶 杰姬 你说不对 好 看你的人 看这里哦 旁边 这边啊 踩着这边 哦 踩着这边 踩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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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踩着你 踩着你 帮你 踩着你 踩着你 看穿着你 踩着你 踩着你 加油 踩着你 踩着 silky 踩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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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沒有可以感情給你 有什麼反應 來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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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幼兒們 蹦蹦跳跳的情緒反應 就可以看出這對他們來說 真是一趟驚奇之旅 時間雖然短暫 但是肯定能夠點燃他們 探索大自然的興趣 新生幼兒園 台東所在 綜合報導